是的,剛才聽到你好幾次就提及過50天線 而且感覺上你整體都是看好的 感覺上你就會覺得3月15日的底 就是18,235就見到今年底了 如果真的推遠一點,第二季真的突破到50天線 22,836點,你覺得恒指有權上升什麼水平? 上升到50天線,那不代表什麼 如果用第二季展望上,我覺得你無謂先看50天線 如果你看第二季展望上面,單一前提 第二季每個月,第二季只有3個月 即每個季度只有3個月,4、5、6月份 每個月收市那段時間,揭得在月線圖流上 250月線,那就符合剛剛我的criteria 所以你分清楚自己做中長短線的整體投資角度上面 如果在這一刻你做投資,你的目光視野 打算投資回報,或者是以4、5、6月 三個月左右的時間,我會叫這些偏短線的 難玩的,這些位置弄固期 我覺得這段時間,第二季是一個什麼主題? 我們叫做收集期 你不要期望指數出現一些很大的報復式反彈 相反來說,如果升穿完50天線,再上再上 上到24000、25000,甚至連25000都升穿上去 26000、27000了 我就會擔心升得太急的情況下,市場過分樂觀 你一有什麼壞消息蓋上來的時候 向下的動力就自然會比較大 到時候市場是否真的見底味呢? 就真的是一個未知之數 但是相反地,你經月圓三月份的急跌反彈之後 你見月線圖上面有這麼大的下影線 現在未來大約在陰燭的水平上 22200至22400 或者22001至22400這些位置整固 我覺得反而是一件好事來的 所以你如果從一個短炒角度上面 可能50天線這些位置先吃了壺 再後低位去買飯 我覺得可以這樣想 反正整固期,你短炒就炒破伏了 但是是難玩的 因為說你的消息上面可能變得很快 50天線破壞的時候,你就不知道去追不追 你不追,整個升浪又沒有理會 所以暫時來說,我們覺得 必掉一些短線保處線 相反地你說第四季,我覺得視為是一個收集期 假設你真的多現金的話 以往我們覺得不是一個很好的長線投資入市時機 因為說很多東西估值貴 很多政策風險因素在那裡 未反映完的 三萬點跌到一萬八 怎麼都反映到七七八八吧 沒理由完全沒有反映過吧 所以我們的角度就是說 去到這些位置你做長線投資 萬八點都見過了,還有什麼好鏡的 而何況有信號我們覺得 不會再落回那為位置 那麼這些位置你是想想 假設落回到10,800 都是跌一成幾左右 你知道 做長線投資 一成幾左右的風險沒有 deux 所以我們注重g 就是你多一次就做長線投資 相反下去,如果 你本身一部貨的時候 你不會去做事 你不會不停去究競爭 到龐 country 這些位置你等它脫檢的時候 你才再想去究競爭 分三个月左右完成的收集期已经是很舒服的了 所以我觉得如果在第二季的主题上 我们就在博强一些事情,最坏事有意义